停车场内机车排满满 不过当事人镜头一转 一台机车被放倒在地上 整台车的后轮已经被拆除 让他吓到第一时间 就拿起手机录影 整台机车后半部 零件几乎全被偷光 就连引擎都整颗拔走 当事人看到真误 简直气炸了 将状况PO上网 因为这不是废弃机车 这台机车就是他的 原本停在火车站前的停车场 却惨遭偷窃 作案的张信嫌犯 看到警方上门 原本还装作不知情 不过到了后方院子 大量机车零件直接出卖他 警方调查原来证明张信男子 是受人委托 霸王改造机车 不过却因为零件不足 带着另外两名少年 前往火车站附近偷窃 这下不只人赃巨货 还在他的家里接连搜到 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起送办 不过武断被破坏的不只有他 轿车轮胎打不了气 利用泡泡水一测试 却发现被刺了好几个洞 深圣前且好几道刮痕 让车主看傻眼 那我的车子停在那边 也差不多一个礼拜 因为下雨我就没有过去开车 毕竟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有人蓄意 陈先生很无奈 明明将车子放在路边 合法停车阁 大约一礼拜时间 却遭到破坏事件 感叹是治安发生的问题 只好将影片po上网 只求可以尽快找到作案凶手 记者综合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